希望人跟人在人生的这趟列车上面 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从生出来 一直跟你走到尽头的 所以要好好地学佛 珍惜人间的每一段历程 真正地好好地精进努力 你才能在今生今世 要一世修成彻底地摆脱自己的困扰 让自己的心灵得到解脱 很多人在一生将要生命结束的时候 才懊悔自己虚度了很多的年华 所以我们都知道生命只有一次 如果当你能够珍惜的时候 你就拥有它 当你不珍惜它就失去 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当中 都是在珍惜和失去当中存活到现在 想一想我们年轻的时候 很多人不珍惜时光贪玩 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已经成了中年人 很多老年人在中年的时候 没有珍惜自己的一生 好好学佛 等到现在年纪大了 才想起学佛 中年时代它又浪费了 所以人生实际上就是一种选择 人生就是一种竞争 这个不是跟别人去争 跟自己 要战胜自己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没人能战胜自己 只有自己 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学佛的人 要懂得一个道理 我们珍惜人生 就是珍惜生命 因为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 其实我们人生最宝贵的 就是生命 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超出生命 当你生命截止的时候 你再多的钱 再多的名和利 都会化为乌有 所以真正能够懂得修心的人 他就是在精进的学佛当中 就是在精进的努力当中 这才是向我们真正的学佛人 师父第一次踏上马六甲 觉得佛友们非常的可爱 学佛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最完美的选择 因为佛法会使我们开智慧 会让我们守戒 会让我们懂得人间应该怎么更好的生活 所以当你拥有佛法的时候 你就拥有了智慧 当你拥有了智慧的时候 你才能战胜人间所有的烦恼 所以智慧这是最重要的 智慧就是般若 能够舍去自己的私人利益 而为众生活者 这个人就拥有了菩萨的智慧 那就叫般若智慧 所以很多人经常说 给我再一次人生的机会 你会怎么选择呢 谁都不会选择后悔 因为在人间最难过的是后悔 因为当一个人把事情已经做过了 他才来后悔 这个人是没有智慧的人 所以我们在人间要好好地给自己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 台长今天告诉你们 就是拥有现在 当你今天还拥有现在的时候 你这个选择就是对的 当很多人在今天已经选择了死亡自杀 选择了自己为了称恨而不顾自己的身体 去让自己得了忧郁症恐惧症 自闭症 还有各种各样的癌症 就是不珍惜自己 所以珍惜现在那就是珍惜生命 所以台长希望大家学佛要开智慧 而不是简单的念念经拜拜佛 人要有智慧 如果佛法只是为了将来 那菩萨 我们的伟大的佛陀 不会把佛法传到我们人间 就是因为看见人太苦了 所以才把佛法传到人间 佛法有现实的意义 就是解脱我们的烦恼和困境 佛法就是让我们解脱现在 能够懂得什么叫慈悲 什么叫帮助别人 什么叫爱护众生 什么能够让自己的家庭好 社会好 所以佛法就是一个开悟之法 佛法的根本就是让我们了悟 苦空无常 这个真谛 因为在人间拥有一切都是假的 当你失去生命的时候 你一切都随之而消失 真正的拥有 那是自己的精神和灵魂 当我们拥有精神和灵魂的时候 我们人才能超脱呀 想一想 为什么大人不跟小孩子去计较呢 因为大人有大人的境界 为什么很多小孩子就要斤斤计较呢 因为他是孩子的思维 所以台长要教大家 懂得珍惜现在 你活着才会开心快乐 你拥有 懂得珍惜自己的牙齿 你的牙齿可能就烂得比较慢 当你自己懂得珍惜自己的心脏 不要经常让自己生气 发脾气的时候 可能你的心脏就比别人要好 当你珍惜自己的头发 你不乱拉 不乱拽 经常洗头 你可能头发就比人家长得好 当你珍惜自己的眼睛 天天适度地看电脑 看手机 你可能眼睛就会被 比别人要瞎得晚一点 因为现在的人 剪着眼睛已经要看不见了 天天就看着那个手机 你去看一看 人的思维就进入了这么小小的一个手机当中 所以人为什么会这么执迷不悟 因为他看不到未来 他看不到将来 他每一天就执着的 现在我要得到 看到自己失去的就痛苦 看见自己得到一点点 就非常的感到幸福 这就是井底之瓦 希望你们要懂得 我们人 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有智慧的去做 这样的话 你才不会 让自己一生 丢失 智慧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 我们做人 什么叫快乐 叫放下 才叫快乐 我 感谢观看